欢迎收看五次进击 我们今天港股回稳 今早就高开66点 早段升幅一度扩大到290点 上回到21500这个水平流上 不过去到刚刚就中午收市计 今天升幅又再收集 升到不够200点 升177点 下午整个部署又要怎样做好呢 我们请教一下嘉宾 这一节又旁宝南 波在这里 Hello 波哥 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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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如果说看现在市场的焦点去看 外围方面大家比较关心就是联署局那边 大家又看是否真的要延长加息周期 美汇、美债息这些也算是摆脱前排的颓势 可以有得升上 本身这件事就应该不利股市 不过我们港股今天主要靠科技股大动 腾讯阿里去到半天都还升到百分之一 美团早段都曾经升过百分之一 不过半天去到收市计又要再升幅收窄 如果你看 只看这个因素 其实华恒指今天这样的算是少少反弹 这个势头是否能保持呢 我觉得暂时来说还是调整的阶段 昨天就跌得多了 还有昨天大家知道跌当然受惠美元反弹 还有看来加息的潮流可能比预期长 减息就不用说了 联储局已经说了 今年就不会减息了 那变成了市场的气氛 再加上气球事件 加了气球事件已经解决了 其实那件事我们觉得对股市没什么影响 它有一个反弹不期的 我觉得调整都是未完的 另外我们的看法就是 美元技术性来看就突破了的 变成了就怕通胀做卷土重来 联储局就继续匀下去 这个我想是最大的影响 所以我想投资者都是担心这件事最多的 所以我觉得短期还有机会去试一试 就是下面的低位就是说 一月头它有个裂口的 大概20800点附近的那个位置 我觉得那个应该支持 如果补完之后能够升就好了 如果不是就有机会再下跌一些的了 20500跟着就试那250天线 应该就不会跌穿的情况 或者假跌穿会不会即日上回 这个就会再看美匯会不会上到105的反弹 但如果是这样呢 虽然现在大家在害怕 是不是真的要延长加息周期 美元亦都是值此而反弹 但如果我们看回其实利率期货那边 又不差得太远 大家普遍都仍在预期 接下来就说5月加上那次之后就是 应该说5月就是最后一次加息 就是大家市场这样预期 其实你看是不是真的去到最坏情况 是要看到美金上到105 而我们的行指保完之前的裂口 你刚刚所说的 大概就20800这些水平要再向下穿 就是这个机会是不是有那么大呢 我自己看的机会就没那么大的 所以我自己看呢 就20800我觉得就开始加码 就是我们就持有那些现金 我们在那个水位就会加下去的了 因为我们看到呢 就是中国的经济向好 还有各方面我觉得始终的股市来讲呢 应该跟随着的经济 应该会跌得没预期那么多的 大家都知道当你预期这样的时候 结果因为不到 好像大家都预期 美国今年1月也计算不好 有衰退的忧虑 结果又升得相当之好 包括科技股大家都看到 所以我想股市来讲都是这样的 当我们预计的时候 可能股市就不是这样的了 好 如果真的去到20800 本来这些裂口刚刚所说的 这个位置是一个算是加码时机 加哪些好呢 如果我们抽回今天的市场焦点 除了当然就是一个人工智能概念 今天强 还有其余的股份 包括电力股 其实今天的升幅不错 包括华电国电都可以升到超过6% 华能同样的升幅都有超过6% 其余的电力股普遍不错 波哥其实我们找回电力股原因 是否只是借势炒作当是一个板块轮动去做呢 这个事实上是 但是也都是我们觉得就是有情况 因为中国经济复苏 电力股应该一定是相当之好的 大家看譬如说华电国际 就是这样 我们觉得这些股份来说应该是不错 也都有其他的因素 譬如的因素就是说 那个煤炭的价格会不会下跌 还有成本会低一点 原因就是大家知道 就是中国和澳洲已经签回 就是运它的煤来了 变成了这方面 煤炭这方面 我想成本有机会是降回一点 令到它们的成本低了 第二是经济复苏 其他方面用电是多了 在这方面它那个盈利应该就有不错的增长 实际的增长 所以我觉得股价来说 就早一段时间炒高了 因为炒完很多板块之后 炒到它们 那就回回 回回之后 我觉得也都是在这个时候 是可以慢慢吸纳的 好 我们暂时就看着华电国际 其实之前都发了一个预告 盈利预告就说预告这个 它是可以亏损收窄到的 但是还是未能够扭规 如果是这样 实质刚刚你所说 是不是我们如果是要部署 它的电力股又或者部署 这一只的新副 是不是好像你刚刚所说 我们简单看着恒指 就是去到回到那些时间 是可以去部署去入 还是这一只那个实质价位 操作怎样做好 我自己觉得现在在这个水位 今天升了那么多 能够回回一些 就是恒指回回一些 它又下回一些 在3元头3.1左右 我觉得是可以想一下的 就是3.1那里 我觉得它的指示位250天线 上网有机会是3.8左右的 看会不会去到3.1 或者3.2左右这个水平 OK 暂时看着就等它回回一些 那条250天线作为一个真正的支持位 250天线 就是大约就两个七毫半这些位置 其余板块又再跟着 今天除了就 刚刚我们所说的电力股之外 那些内房股同样的升势 都有在的 包括就整版来计 多谢中海外逆市偏远 都还是要轻轻跌四先 其余一些比如说龙湖碧桂园升幅都介乎百分之二至三 旭暉更加都可以升到超过百分之四 如果看回消息面上 大家在看一些内地的楼市调控 也都有所放宽 最新武汉那边也都说 对于这个限救有所放宽 一些本地家庭就可以买三层楼 波哥你看究竟是否刺激到一些消息 因为如果我们看回前几天 一些内房陆陆陆续续公布了一些一月份的销售数据 其实大内房的 包括中海外、碧桂园 这些按年都是要倒退 反而就一些小类的内房 中原建业、保利置业这些 其实那个说上个月的合同销售 还可以有得胜 其实应该怎么解读这些 大小内房的销售分野 还有最重要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些楼市调控放宽 是否真的帮助到这个消息 我自己觉得肯定是帮助到的 不过一月份的销售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新年了 变成销售一定不好的 所以影响到那个内房 昨天跌了很多下 变成现在我们看回 继续还有很多政策出来 这些政策我觉得一直在帮助这些内房 所以我觉得二月是最重要的 因为二月是正常的 那我们看回二月的数据 如果是好的话 那我想内房会继续就会上升 那如果大小来说 就是要好的大的都有机会上升 小的时候当然小的时候 如果它现在能够有能力 是复苏的话 做得好的话 那我觉得它们的复苏 当然是快一点的 因为它们的体质比较小一点 所以我觉得小的时候 风险就大了 那些股票的时候它的波动会大一点 所以我觉得投资者可以 看你的风险度来决定 对你来说 你又觉得哪一种 譬如说平衡完的风险 又或者直播空间之后 你又觉得是你心髓多一点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如果我是普通 如果是民营企业来说 我们喜欢选农园 大家看到农园是比较好的 那我现在这一排就停留在 二十多元 就是二十五元这个水平 那我自己有机会就突破了 所以如果这个水平能够是 在夜晚如果行资跌回到20800 有没有机会低一些 跌回到22元左右 那22、20元左右呢 如果有机会的时候呢 我觉得在那里吸纳呢 应该上网间有机会破 去过今年的高位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考虑 至于我想是 另外也当然可以买一些 比较大质一些的 我想是国企 那方面呢 应该就可以去考虑一下的 如果是真的选 就可以留意一下农狐 那麦五姐的确是看着她的图 其实基本上由12月初开始 就在一个区间这样去横行 几次都是去到 就大约就这些28.9 曾经最高去到 那之后又要再跌回来 暂时就看着22元 那就是大约就100天线为止 包括其余股份我们有再问问了 今天还有一些本地零售股 那也都是有些资金追捧 也都是再炒上来 如果我们看幻内地 跟香港全面通关 有些数据看看 第一天就说28万人刺出入境 今天就沙沙可以反弹 百分之四过外 波哥你觉得追不追得过 我觉得这些股份来说 就是波动性好像跟着你刚才说 报的那些数据 多少万人去 我觉得就会一路慢慢增加的 所以今天升了的话 我觉得可以等一等 我觉得这些股份来说 应该都会继续向好 因为为什么呢 我想那个伏偿继续去增加 出入口的人数会增加 还有消费力就会再增加 所以我觉得对香港本地的消费 那几只龙头 包括你说 我想是沙沙 还有就受算 就是譬如说 佐丹奴 那这些卖衣服 那或者就是卖珠宝的 就是周大福 还有就是590即是这个6福 这些我觉得都会受惠的 好那今天就周大福来说 都可以升超过2% 不过一些收租股就个别发展 今天谢谢波哥分析 刚刚说过股份有没有持有 我自己没有的 但是我们的基金有持有的 好 谢谢你分析 我们休息一会儿 恒指年跌三日之后 今天回云回 早段就高开66点 其后的升幅一度扩大去到290点 曾经上回到21005楼上 今天就主要都是靠着科技股去带动 不过就去到刚刚林郑中午收市的时候 升幅已经收窄回到不够200点 来到下周 继续都在保持百多点左右的升幅 最新升至155点 做在21376点水平 今天ATM三只就齐齐回升了 兼设也有份带动着整个大市 看看科技指数 来到下周 继续都还可以升到超过百分之一 最新升近79点 做在4544点 看看国企指数情况 国企指数同样有百分之一的进降 做在7262点 看看五大活跃股份来到下周的表现 我们刚刚所说 科技股是撑着市的工神 腾讯早段都曾经是升到超过百分之二 不过就去到现在升幅有所收窄 最新升近7.2 做在384元这个水平 至于百度 今天就一只醒神的股份 去到现在下周反而来 还升多了 升幅去到一成半有多 做在163元 留意一下 其实他就炒这个人工智能的 这个聊天机械人 之前炒过的了 今天就正式就说 确认是研发着 叫做民心一言 预计3月就会完成内部测试的了 股价今天一抽升 就见了近一年的高位 至于我们看另一只 也有这个AI概念 就是这个尾图公司 其实他就之前 他旗下的应用程式 就推出了这个AI的功能 现在的市场预期 券商就认为 就觉得可以受惠到 这个人工智能聊天 这个checkGPT的概念 见着股价同样都可以抽高到 最新 现在来到下周 都还可以保持到一成七的升幅 作为两个八毫七水平 今天见了超过52周高位 还有其余的一些个股 我们都跟进了 哈尔滨电器就发了营起 预计去年可以扭规为营 转赚到大约一亿人民币 股价上 最新都在日中高位 下周回来还升多了 最新升近超过9% 先看到这里 港股来到下周 继续在升幅收窄 先和大家综合下半日的市况 港股连跌三日之后 今天叫做回稳 高开66点 开市那下上21,300水平 大约10.8度 曾经升到290点 高位见过21,500点流上 半日升到177点 最新升到162点 报21,385点 成交超过581亿多 看起期指的情况 我们的最新期指 即月在21,400水平 高水30几点 成交挨近6万张 看内地股市 内地股市今天其实就没什么方向 低开之后上证指数 在上午大部分时间都是靠稳微升 最新未升到6点 报3245点 创业板指数就偏远一点 跌着7点 和大家综合半日的焦点先 当然市场最抢眼 就在白岛身上 事关白岛宣布推出一个AI的聊天机械 人民心一言 相关股份也热炒 百度股价 上午秋升一成四 重榜股其实就没什么方向 ATM的科技股 就算是靠稳 友邦就偏远一点 A股方面 虎心两市就个别发展 留意资金免和银行 年日正回笼资金 今天单日就回笼780亿元人民币 中美关系方面 上日就再次陷入紧张 见到美国白宫宣布 这个国务卿布林肯 将会昔时再次磋商 是不是访华 后市怎样走呢 当然请教嘉宾 这一节有年惊涵 Kingston 你好 霍莉你好 你好 年跌了三天之后 今天叫做回稳 后市望不望到什么方向呢 方向都是比较差一点的 今天来计算的话 基本上已经是连续第三天 低于20天线 20天线的位置 现在今天来计算的话 是21,700点 今天最高去到 只不过21,500点 已经是回头的了 所以很难说 现在立刻再上回去 就是20天线这个位置 就是说那个调整 会有个机会是持续的 如果真的持续下去的话 相信真的要等到其他的好的消息的话 随时要等到业绩公布期 尤其是汇控 2月底的时候要公布业绩的话 到时或者先有得炒作的话 就是说还有一段时间调整 这段时间的调整 其实也是一个健康的调整 不是说真的出现了什么 很利淡的消息在那里 只不过一来升得多 二来真的的而且中美关系差了一点 美国那边的经济数据又强劲 美元又上升 债息又再上升 人民币又下降 资金那方面又没怎么再留回香港 这些情况都令到港股 有机会再进一步调整 如果真的要进一步调整的话 首先看着下面的支持位置 就是250片线的位置 在2万018点 2万0200点的水平 OK的嘛 可能再要调整多一点 不过Kingshton就说 健康调整来的 毕竟我们低位 弹了上来都八千几点的升幅 没错 回回这个幅度都不足为期的 不过这样之后还有没有后劲 回调多一点是一个买货的机会 还是你觉得真的要多多一点 像你说的业绩期来的 很多时候这段时间 不少公司发刑警的 怕不怕有些震荡呢 是 这些震荡就是好的时间给大家买货了 调整是正常的调整 健康的调整 对于后市来看的话 我绝对是觉得是健康和看好的 即使很多人都这么说到 美国今年会出现一个很严重的经济衰退 或者很长的经济衰退 而拖累到全球的股市下跌 现在见不到有这样的情况 即使美国那边加息加了八次息 上年年初开始加息 到现在为止 美国都没有出现一个很差的经济数据出来 即使未来再加多一两次息 都不会足以令到美国那边的经济 出现一个严重衰退 这个就令到投资者相信 不会是令到整体的股市再出现一个 急跌回落回去 找回第二只脚 14500这些位置的话 基本上是没什么可能会出现的了 所以调整完之后的话 是向上的机会是存在的机会是相当之大的 大家也可以一趁不断调整的时间的话 是不断地再买货的 OK的嘛 宁愿它跌 跌回深一点的调整 低位逐步吸纳 好 看着刚才所说的关键位置 这一节跟你谈谈一些旅业股 见到旅业股有些消息 据报美国考虑大幅提高俄罗斯女的关税 那些旅业股就个别发展 事关制裁俄罗斯的旅 俄女自然受压 俄女最新跌百分之二 做内地的旅业股反而受惠 照个消息面来看 因为大家觉得会不会供应收紧 旅价会升呢 见到这个中旅 中国旅业 和这个的宏桥 今天股价都是升的 看下这个消息面上 仔细判断下 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利 那些旅业股 说到彭博的报导说到 美国考虑将俄罗斯女的关税 由现在只是收10% 大幅提高到200% 200%什么概念呢 加这么多税呢 其实一个目的就是希望 其实完全停止这些俄罗斯的女的入口 希望达到这个效果 不过是否真的实施到呢 见到路透就说到 说其实都不知道背后一些 确实的法律理据的 因为就算我要说你是低价傾销都好 我都要经商务部去调查 要时间 和政府内部都担心会損害 美国工业 有个传闻出了来 今天那些旅股就有少少起动 Kingston和我们判断一下 真是有个这么大幅的提高关税的幅度 机会有多大 还有对内地的一些旅业股的大动 又真的利好作用有多大呢 没错 这次彭博出来这个消息的话 令到我相信旅的价钱 暂时没见到明显的上升 旅股来看个个别发展 真是刚才你都所讲得对的 如果真是有个调查出现的话 你真是会找个借口的 你找个理据出来的嘛 如果你真是要做调查的话 首先讲到你要几个月的时间的 不是说立即就说 突然间就说 要将它的关税突然间大幅这样增加的 那一定有理据才行的 第二来看的话 你都可以看回 在俄乌开战之后的话 其实有数据讲到 美国进口俄罗斯的旅 已经由10%降到3%了 只不过可以这样讲到 入口俄罗斯的旅 其实已经是小部分 如果就算真是 将10%的关税加到200% 甚至乎完全停止输入俄罗斯的旅 对于俄罗斯来看的话 其实就影响不是说十分之大的 因为过去一年几时间来看的话 都已经是大幅这样下降了下来 至于俄罗斯来看的话到底有多大影响呢 3%去美国 少了的话 那便供应给其他的地方 其他地方有需求的嘛 例如中国那方面都还有需求的嘛 所以对于俄罗斯来看的话 影响都不是很大 所以今天俄罗斯的股价 也都不是说真是很明显大幅下跌下来 已经是 至于是中国那方面来看的话 的而且近年的时间的话 其实应该这么说 旅的价钱 由最高位置 俄罗斯开战的时间大概4500元 现在下去只不过大概2500元左右 即旅的价钱其实没什么大幅上升的 至于你说经济出现复苏 中国需要用旅的机会多了 推升到无论是宏桥的股价 或者中旅的股价升了上来 现在俄罗斯的旅或者会供应给中国的话 领导供应那方面有所谓增加的话 其实对于降低那个旅的价钱的机会 其实存在在那里 所以来看的话 对于两家中国公司来看的话 现在那个上升来看的话 未必一定会是持续这样上升的 因为那个供应其实或者有一个机会增加的 OK 去年的话 其实因为俄乌这个局势开始恶化的时候 美国都有相关类似债制裁俄罗斯 旅业相关的措施 不过那时候占美国的入口就占幅比较大 现在Kenson就说到只是占3% 对于那个收紧供应那样东西 影响就未必那么大 不过刚才你都留了个尾巴 就是说现在一个伦敦旗旅的旅价 由高位那里大幅回落 不过背后就有一点点 就是内地经济开始復常 用旅或者用一些金属的需求是多了 你看到其实近期那些资源价格都回稳 这方面其实会不会多少对一些旅价有些支持 会的 这个就在炒就是复苏的复偿概念在那里了 如果中国的经济真的出现在今年一个明显的复苏的话 自然就对于旅的需求会有个增加 支持到旅的价钱 不会再像上年那样 四千多跌到两千多斩半那样下跌 反而有个机会上升 但是相关的股价其实已经由上年的低位很明显的反弹 例如洪桥来计的话 就由五元左右的升到上去差不多九个多这些位置了 那么大幅的升幅来看的话都反映了 再加上还有一个因素还是要留意 内地那方面建屋那方面都还是用比较差点的 建屋那用旅的话就有个机会 都不是说十分之强劲的增长的 这方面大家都要留意的 内地旅业股多少已经反映了一些经济复苏 大动旅需求的这些利好因素 今天借助这些消息 就是中国宏桥和中国旅业升了上来 两到四个百分之的升幅 俄女仍然用梅感百分之二 跟你谈到这里先 头一头要听一下家庭观众的电话 好 恒指来到下午 继续变得不算太大 都在维持一百七十几点的升幅 看看科子成份股的升跌比例 今天科子都可以升到超过百分之一 成份股当中八成都可以升 只有两成要向下 哪些科子成份股又做得比较好些 当然今天市场焦点百度 确实在研发人工智能聊天机下人 兼且都获得一些劝详长好 就说觉得可能真的可以帮到业绩 长期稳健增长 来到下午升多了 升幅一度去到一成八 升穿了就去年二月的高位 亦都是上一步升穿了 今天见了五十二周高位 最新来说升幅又再收集一点点 升近一成七左右 再看看葵程 内地的旅行社试点恢复出境游业务 见着葵程亦都有支持 早段曾经升过半成的 现在来到下午可以升到超过百分之四 数下去 还有家电股都上榜 今天内房股不错 连带家电股 还有其他内房SARS股都可以做好 可以自家最新升到超过百分之二 之后还有月文、网易齐齐升幅百分之二 先看到这里 指数和上一节报的时候 变动不是很大 仍然升到过百点 二万一千三的水平 跌稳 现在升到一百五十四点 到二万一千三百七十六点 相证和深证都是未升跌稳的架局 和大家看看活跃港股的最新造价 排泰卫的腾讯上天就要失手条二十天线 今天回稳达到百分之二三百八十四个二的位置 百度成为第二位最活跃港股 事关公司推出人工智能的聊天机下人 有名的叫民心一言 今天股价显著炒高 最新升幅扩大到一成七个外 突破了去年几个顶 藏五十二周高 现价在一百六十四个九 迎户升到一毫二千 美团卡稳升个一 阿里巴巴上日见至少一个月低 今天股价可以弹回百分之二 做一百零五个二 看六到十位 第六位有双汤 同样是AI相关股来说 百度急升 双汤反而回肚 高位见过三元流上 不过连日市三元流上都有一些阻力 最新回五仙 恒生中国企业跟国志走 升八号二仙 南方恒生科技升七仙四 港交所站稳调五十天线 升两个四 平保升近百分之二 做五十七个一毫半 莫埋汇控的情况又怎样呢 汇控今天暂时都是靠稳格局 升到两毫子 再数下去中移动 冒气跌步五十六个六 至于煤气就要跌百分之一 做七个六毫九 Kingston 这一节 找你搭一下家庭观众电话 Hello Kingston Hello Pauline 电话边有钟小姐在这里 你好钟小姐 你好 你好 你好钟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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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你 你好 钟小姐买什么股份 不一九 天人动力 有货没有货 有货 多少钱买 一万股是五五六毫 一万股是十四 好的 好 鄧山文塔平均价应该大约是 十元左右 是 怎样处理好呢 十元左右 五个六毫九这个位置的话 基本上都已经 混得很好 是啊 已经是真的 讲的是很久之前的一个低位 你都可以捞到 这个位置的话 可能讲的是上年的三月份 上年的三月份 是做过大概五个九这些位置 五个六毫多这些位置 五个三毫九都做过 一年前就是做这个五个六毫九 你十四元那个位置是什么位置呢 更久 两年前 两年前之前你是十四元买一元 一年前你是低位到沟货 那现在拿到现在 又拿了一年 那个位置十元左右 现在有钱赚了 都是 那你都属于一个很详情的 这些股票 都已经拿了两三年了 都已经是 和单讲的沟货的位置来说 都沟得很好 刚刚好沟货剩到低位 没错是最低位的 是的 然后之后沟货到很淡的成本 现在可以回到家乡的时候 非常之成功 是的 没错 都拿了这么久 所以股票来看的话 你都很有信心 对它 那当然了 现在就上了十元楼上 十二元这些位置 如果再进一步上升的话 就刚刚好 就是有个裂口位置 十三十四元 这些位置 那些裂口位置 现在慢慢开始 就是说的是 两年的裂口位置 现在正在回補 那我相信来看的话 它这么强势 在这个月 就是今年以内 的话一路这样上升的话 都是由于大家都会继续 憧憬着新能源车那方面的中国发展 因为它是做锂电池为主的公司来的 更加多的电动车会推出的话 对于它的产品的需求更加大 或者这个 不只是说中国全球都需要的 所以它的股价慢慢一路上升的话 我都可以说建议你可以继续持住 继续持住的 当然你持住这么久的话 你有一定的持货能量能耐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继续持住 除非就真的再跌下去 跌穿11元的话 到时你或者会先减一减前 否则的话 再继续长线持有 好 11元左右一个只赚的位置 暂时可以放着指要先 看不看得到它第一注 14元这个位置 会的 有机会的 如果现在这样 慢慢回补回先前的裂口位置 都讲的是两年前那些裂口位置 要保护的话 其实不是说十分之难的 那个位置是2021年8月份 年半之前的那些位置 如果真的回补回 想回到14元15元的机会 都存在在这里 好明白的 是吧 打回另外一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电话边有刘小姐在里 你好刘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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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这个669 我就是108.96 他现在跌下来 我问你 家电话是指示 未为是需要 去银下 看看是什么位置 速度 麻烦你两位 好 669的话 你应该是在前两天高追了 可能是上星期五 升了上去大概180元 到这些位置 你高追了 都不是说很差 因为它基本上在底这个位置 都徘徊了半年多 大家看到图 上年六七月的时间 一直到现在 其实都是这些位置 都没什么真的上升 当然底也都可以说是有找到 这个股份 其实最主要就是 留意着美国经济的状况 上星期公布的经济状况 理想 所以股价升了上来 但是这两天 就有些回落 下来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中线 持有这些股票 如果中线来计算 美国经济不差的话 我相信资金 或者会再流入这些股份 但是当然也不会出现一个很强劲的上升 只会反复这样向上 或者升上去 如果你觉得悶的话 升上去110元 110元 112元这些位置 或者你到时可以先走 看看你到底觉得悶 或者想着长线握住这只 其实都可以的 OK 就是一种慢慢升的股份 未必是很大爆发力 110元做第一站的目标 如果延满的话 到时就走货 那需要设置指示位呢 指示位 OK 指示位来看的话 近期都是10天线以上 下面的指示位置 另外一个就是20天线 近期都 一月突破了20天线之后 都没有再跌破过20天线 20天线的位置 现在大概99.7左右 就是说穿了100元的话 到时你才走 好 好 看着20天线 现在99.7 这位置了一个离场位 回答Apps观众的问题 好 Jacky就说5.25元买了一只奥博 有没有机会回家乡 远价追不追得过 高价买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转买 5.25元 看来不是 这一转高位 见过5.1元多 这转高位 5.1元多 最高都是 如果拿着这只 又拿了成年 又多了 又长程握住 也就继续握住 但是距离现在的家乡位 来看 原本是差了一步 但没有估计 但现在又下跌了 我相信澳博的股价走势近期都转差了 跌穿10天、20天之余,50天线都跌穿了 所以短期走势会逐步继续向下 我想你都持有这么久了 你都不会叫你沽的话,你都不会沽的了 你都继续持住,等有机会升上去 你买了个价钱,我就宁愿你沽了 澳门的股份来看的话,长线看 其实不是这么看好自己 短线是否都少这样的趋势呢? 你见到个月一月,新年那个岛收出完之后 二、三月通常是淡季来的 短线,所以说走势看的话 短线会进一步的转差 50天线跌穿了之后,再跌下去的话 随时就会试一下下面的起步点 就是12月20日的位置,三个八毫半这些位置 不过我相信它都不会沽住了 都会继续持住了 真的要等到五一黄金周的时候 到时看看澳门的到收 会不会有机会再升上去 即是说要持住多两个月之后 才看会不会有机会再升上去 五五元以上的了 今天那些赌股普遍都偏远 银如相对来说跌幅大跌 2%跌幅,澳博的话就未跌一先 谢谢Kingston和我们的分析 有没有拿着刚才说过呢? 没事 谢谢你 先看一看 一字财经消息 澳洲加息四分一利 澳元会价由一个月低位回升 对港元曾经重上5.44的水平 澳洲储备银行以息之后 决定加息四分一利 符合市场预期 指标利率升至3.35利 继续是超过10年的高位 以息声明说到 薪酬增长继续加快 由于物价高企 相信情况会持续 现在首要任务是令到通胀回落 至百分之二至三的目标 所以预期未来几个月要进一步加息 但是受到全球因素和内需放缓影响 预计通胀亦都会回落 澳洲革命两年经济增长 就减慢至百分之1.5左右 由于前景不明朗 软着陆之路仍然好窄 又分析预期 人民币短期会有支持 但是第二季的升势可不可以持续 就要视乎内地的经济数据表现 近三月份 通常两会前后 市场开始对一些支撑性的政策有预期 这会在一季度支持人民币比较强 但是到第二季度 经济数据可不可以支撑 所以人民币上半年可能都会在一个徘徊的状态 到下半年才会出现一个更快的升值的步伐 其实很多经济的恢复都是比较不确定的 所以无论货币政策 还是财政政策 都需要继续去偏宽松去支撑经济 可能未必就会再进行一些减色减MLF 毕竟这个都是一个可能讯号比较强 亦都未必帮到整个经济 反而降准都是有机会的 还有一些可能比较定向的结构政策工具 反而是会依赖多些的 比亚迪计划在欧洲设厂 比亚迪高级副总裁尼欧 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表明 正研究在欧洲兴建厂房 生产电动车 收购现有厂房的兴趣比较少 虽然未锁定个别地点 但希望可以在欧洲建立稳健的经销网络 连同售后服务中心 提升当地消费者对品牌的信心 比亚迪亦都计划发展南美洲 除了一般房车 亦都希望销售商用客货车 的士、班士等等 期望未来3至5年 推动电动车的滲透率 由现在少过2% 升至10%至20 消息到这里 有些一集 一至佳夜现场的时间 港股下午市回到来 升幅收窄了 看回早上来说 曾经都有大概是 挨近300点的升幅 各位曾经见过21,500点水平之上 最新位置100点以内的一个升幅 恒指升近86点 暴21,308点 而成家方面超过663亿 港股都要跟进一下 看到牌头位的腾讯方面 最新有1.3%的一个进降 都修复了条亚天线的位置 现价就报在381.8的位置 看到浪媒方面报导 内地目前有超过400汉人机对话的专利申请 当中腾讯、阿里、华为等都有份 当中我们都要看阿里巴巴股价 都有1%过外的升幅 暴是104.5 第二位有百度集团 最新都压近日中高位附近 升幅去到1.5%过外 暴是162.9 刑负基金升1毫子 报21.46 比团方面转跌 最新跌1元到163.1 第六位恒生中国企业 升跳下变了双汤去到第六位 刚刚恒生中国企业 升幅不足1% 双汤跌多了去到2% 国外报2.9.4 南方恒生科技最新升1.2% 报4.4.48 至于港交所靠稳架局 平保方面升幅压近2% 57.15 刚刚在活日榜中数了几只科网股 今日来说要跟进人工智能概念股 即AI概念股 当中八道 刚才都数了 今日来说股价都见了近一年的高位 最新升近1.5%以外 但相当要跌2% 另外美涂公司 最新升1.5%以外 跌2.81% 退完科网股 都要跟下A股的情况 A股早段做好 上证升1点 跌3,239点 但户深300指数 跌1点 跌4,085点 創業板指数 首先高後低格局 最新炸入中低位附近 跌16点 跌2527点 內房股方面大致向上 當中海外轉跌,跌一毫子暴於19.76 消息方面,看著武漢方面放寬樓市調控 在武漢限舊居買樓的一個居民家庭 可以新增多一個買樓的資格 早段曾經支持內房股的表現 剛剛轉跌的中海外公佈一月份的合約物業銷售案 跌超過一成 其他內房股印地就靠穩 農湖集團升超過2% 報24.9% 碑桂園升1.4% 報2.74元 其餘長瓦居落升2% 玉輝紅股升3.7% 報1.1% 月秀地產都要紅積線嘴向下 跌8%報10.48元 延氣股 延氣股中看著馬據報中國延氣 考慮分拆增值服務部門來香港上市 股份都可以維持大概2%過外的一個進象 現價報在12.38元 華氧燃氣方面升5仙報33.05元 新動能源和北京控股都要偏遠一點 紅色淺水向下 天涼燃氣方面就升幅 押近1%報4.09元 電力股方面向上 當中見到華氧國際電力升幅 押近半成報4.07元 華氧國際電力都可以升6%以外報3.39元 華氧電力都升到半成過外 大唐發電升超過2% 節目時間差不多 休息一會 同星期二下週1.9元 當然有技術分析環節 請Caster上來和大家講解一下有什麼技術分析 學一下東西上下課 多謝你上來 是呀 回到14號 我們今天主題都是像教學形式為主 從一些簡單的開始入手 講一下下影線 其實下影線是什麼 我們拿個圖片出來就看到了 其實下影線都說真的 有分楊竹和陰竹 其實都可以出現下影線 下面有一條很幼的線 這個形態就叫做下影線 這個形態就叫做下影線 不過我們由楊竹 開始講起先 什麼意思呢 為什麼會出現呢 其實下影線是什麼呢 就代表在那天來講 有一個低位做了出來 但是這個低位 並非是全日的低位收市 而且也都是由低位逐步拉線上來 令到低位逐步向上走 最後就以一個高於全日的低位收了出來 當然這條下影線在我們陰陽足裡面 那個作用其實都幾大 因為它就是告訴大家 在當日來講 最低的價格是做到哪個水平 你看一幅圖 你就知道原來那天來講 雖然最後那個收市價 就不是在那個底部 我們看到的就是一條很低 即是長的下影線 就說是由低位裏面 抽星反向上來的動力很強 以一個楊竹去看 這個楊竹是代表什麼呢 楊竹就代表了 當日來講就是低位開了 然後高位收市 在這個圖表裏面 兩支楊竹 它都是在那個 叫做最高位的水平收市 而在這個極新的底部 就是開市價 在這兩個圖表裏面 都是反映的一件事 就是說在開市之後 股價曾經一度是跌下來 而且跌的幅度也相對大 但是在低位開始 就見到有些比較強的買盤出現 可能預視著一件事 大家覺得市不是那麼低 不應該跌到那麼低 是應該做得更好一些 所以在過一段時間 開始有買盤 推升了 令到那個價格上升 不單止收回上去 就是開市的水平 即是那個竹身的底部 甚至是進一步向上推 推到上去 就是竹的身頂那裏收的 是如視了或者暗示著 當日來說 早段是有一個比較大的估額 但是大家覺得 這個估額就不應該那麼大 股價已經是偏離了合理價 亦都去到一些不那麼合理的低位 所以大部分的投資者 出來買回來 令到股價升上去 不僅是升高過開市價 這個是一個很強的見底訊號 甚至是說 接下來還有得升的 一個很強的訊號 如果你是說 都是一個算是利好的訊號 我們又應不應該 視為一個叫做買入的訊號 最重要是看它 究竟在哪個水平出現 如果你說在一個走勢底部 即是股價一直持續下跌 跌到一些比較明顯的低位之後 出現這支長下影線的洋竹的話 然後第二天是裂口上來的 又甚至不要說裂口 起碼不再跌下去 這支洋竹的竹身底部 即是開市價 都是一個預視著走勢 是會有一個見底 並且是持續回升的一個訊號 所以最重要是看回 究竟這個長尾的洋竹 在哪個的價格水平出現 這就是一個最大的分別去判別 究竟股價是否還能升 不如我們換一換去把恆指圖看 我都想請教你 如果你說這個星期 這兩個星期 都曾經 即我們直播這張圖 都出現過一個 略為似 一個叫做洋竹的下影線 即近距離 其實這個有沒有什麼起事給大家看到 其實如果你看回 在這些走勢圖裏 我們都曾經出現過一些 叫做長下影線的洋竹 就好像說這裡來講 是一個長的下影線的洋竹 原因是低開之後 跌落低位之後 再升上去 很多時候如果有一個單日走勢 出現這樣的情況 例如在這裡來講 它並非以一個全日低位出現 即不是一個下跌走勢出現出來的 那樣的洋竹 它暗示著那個升勢還可以持續 所以要看回來到這些位之後 它繼續向上升的形態是不變的 至於在這個走勢之外 亦都在之前 那時候在11月 亦都出現過一次 亦都有一個 這個就沒有那麼長的下影線 但都是一個有下影線的洋竹 都是暗示著一件事 就是股價匯調這一陣 去到一些低位的時候 開始大家覺得跌的幅度已經過分了 所以當股價再進一步下跌 在低位開始有買盤出現的時候 就在買盤很強的情況下 不但將股價推升上去開市價 甚至是進一步上升 令到當日走勢圖都以洋竹收視 並且走勢進一步向上 所以很多時候來說 我們去看一個陰陽竹圖 最重要的是看什麼呢 究竟這些洋竹和陰竹 下影線比較長的情況 在哪裏發生 在不同地方發生 其實它的預視 究竟是否見底 是否還有繼續上升 是有不同的解說 如果我當是11月底 近12月那個位置 你便圈起了下影線 曾經這樣穿一穿過50天線 即如果有所見到這些形態 算不算都可以理解 這條50天線已經是確立了一個支持 我不知道會不會這樣解讀 都可以的 因為很多時候來說 我們看那個鏡頭 叫做技術走勢 最重要是看什麼呢 看到其他人在想什麼 現在來說 你見到股價曾經跌穿過50天線 而不肯再跌的話 在其實上我們就說 50天線 基本上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叫做訊號 因為我們通常來說 以50天線作為一個什麼 就是方向線 即整個股市 很多時候它的走勢 在50天線向上走 那時候它會繼續向上走 直至50天線開始 那時候是叫做見頂 打橫走那段時間 才會令到整個股市是見頂 所以很多時候 當那個走勢 一旦看到 去到那些叫做方向線 50天線的水平 不穿下去的話 繼續升 就代表什麼呢 大家都還是看好的 好的 剛才說的下影線 用陽軸來看 如果反過來 其實如果是陰軸出現下影線 也是 雖然的樣子好似 不過顏色不同了 意思都不同 意思來說 都是由低位抽升上來 只不過就是 抽升的動力 是不足以令到整個形態 是由一個 譬如說 這個高開 就是低收這個情況 是熱轉 因為很多時候 陰軸代表什麼呢 就是我們見到 在陰陽軸裡面 這裡頂部 就是一個開市價 然後就是開市的時間 就遇到一個很大的股壓 令到股價一路跌下去 並且跌到下去 就是全日最低位 然後逐步由低位 開始有賣盤 是大洞底下 升上來 令到那個底部 就不再在收市位 即是收市位 不在底部 而出現了一支下延線 而收在那裏 最終來說 收了在陰軸的底部 即是竹身的底部 那裏就是那個收市位 這個位來講 是低於開市價 所以在這個 就是叫做 有一個比較長下延線的陰軸走勢裡面 它那個走勢雖然都是出現的反彈 但是那個動力 是未大到可以將整個 叫做高開低收的形態 逆轉過來 那就是都顯示著 市是大 但是力度不夠強 不是一個確認到走勢見底 甚至是說在短期裡面 會大幅上升的一個走勢 所以這兩個 和剛才那個 是有長下延線的陽軸走勢 雖然很相似 但是那個概念上 一樣 但是最終的解釋 是有少少分別的 如果我們又換回去 將恆思圖看 其實這兩天都見到一個 下影音線 其實有沒有什麼啟示 看到這些下影音線出現了 又有什麼意思呢 一個下影音線陰燭的出現 其實就是顯示著一件事 就是那個走勢 都是繼續跌的 只不過跌到一些低位 就保持著有些買盤 是的 可能單日裡面出現 那個買盤 是令到那個跌勢 是稍為放緩 都其實可以是 預視著那個市 可能在短期裡面 有一個逐步見底的機會 所以都有投資者 是願意出來去買回 但是如果你說 去到什麼時候才是真正正 叫做見底 那就真的要等一些走勢再出現 譬如今早那樣 那個走勢又不再試低位了 是 並且願意上回來 並且最終來講 如果今天可以是陽足收的話 就有機會是這一轉的回調是完結的 但是如果你說 還未能夠完成到一隻的陽足 又或者是今天的低位 甚至是再跌低過昨天的低位的話 這一轉的回調 仍然是繼續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看這些陰陽足的時間 不是純粹是看 記住這支是陽足 這支是陰足 這支是有下影線長一點 那個下影線短一點 而是放在不同的位置 要看究竟反映著投資者 究竟對於市 在短期裡面 見底的預視能力是有多強 最好來講 出了一支是很長下影線的陽足 那當然是非常好 可能有機會見底家可以一個買入訊號 沒錯 所以要小心的 不是就這樣用 現在看不下去 有時候怎麼說 好像這些下影線 都幾常拿天線一起出來看 現在那條好像20天線 現在他們拉遠了 如果真的要再當陰陽足也好 下影線是否可能碰到50天或250天 都算是一個不支持的 如果真的有個長下影線出現 如果看回這次來講 就可以這樣去看 就是說我們當指數 由11月的時間 即是叫做11月底 是碰過一次是這個50天線 之後都沒有再碰過 所以這次來講 它再跌下來的話 寄望就是50天線應該是站得穩的 而且很多時來講 就是市場相信250天線 就是一個所謂的牛熊分界 升穿了250天線之後 很大機會都會做一些 所謂的後秋回調 再試下去 那現在來說 就是兩條的移動平均線 無論是50天線 一個我們叫方向線 或者是一個250天線 我們就這樣叫它連線 在這個水位來講 都會供應到一個比較強的支持位置 所以我覺得現在去到這些位置 如果你說去到那些水平來講 真的不怕買 但如果你說去不去到 有另外一回事 就要看現在這個行指走勢 在未來這一兩天 有沒有能力很快地收穿20天線 因為20天線 是一個短期走勢 如果穿了20天線的話 短期走勢轉弱 如果沒有辦法扭轉這個局面 短期真的會有機會跌多一點 到時再看看是否跌到50天線的水平 先看了一條20天線 看看有沒有機會先上升 之後再再看下去 不過還有一個順便問你 一點時間 因為今天看到50天線 略略地升穿了250天線 所以可能收市之後未必能保持這個形態 但如果真的做到的話 就是大家經常說的終極黃金交叉 但這個形態你覺得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形態 是否重要呢 出現都沒有什麼特別意義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來說 50天線是兩個半月的走勢 你只可以說 一條所謂貴線 很多人都當50天線是一個季的走勢 當大家都會說 貴線是上回到年線樓上 那就很轉 但其實如果你看回 在真正的移動平均線的分析裡面 20天線穿100天線 已經足夠力度去把指數由熊市 搬回去變成牛市 所以50天線穿250天線 只不過是事後必定會出現的一個現象 只是叫做再三確 牛市出現了 這個意思 不需要看到這個形態出現了 就特別興奮 這個意思 明白了 多謝CASTER這節 和大家解釋了這麼多幾種類型的技術分析 這節談了這麼多